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说卡特菲是官逼文法 是民不聊身 我们香港就是官逼文法 基本是民法 香港也差不多是民不聊身 你是民不聊身 因为政府团结了很多财富 然後還告訴我 現在擔心你老的時候我養不起你 大哥 我不知道過不過了現在 你還跟我說老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 他等於新年的時候你收到一封例子一拆開 十元雞 那個感覺 而是那個情況 我覺得你直接派六千元給我 我也罵你 為什麼呢 澳門也不吃了 你明不明白 我說你不給萬二 我不放過你 在香港富裕的澳門那麼多 你告訴我 派多一千元 我就算直接落袋 我也罵你 可否現在不是 第三 我覺得沒得頂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派錢給人民 連續兩次都被人罵 今次還罵得厲害 上次是擾民 上次派錢也叫退稅 我們要炒菲傭 再請那個擾民程度 你沒試過的政府派錢會被人罵 我覺得是創舉 這個曾進華 真的是創舉 所以我說曾進華是一個非常之厲害的 他可以做出一個財政預算的那麼多漏洞 我覺得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當日看完 我相信過往那幾天 一直罵 今天還沒罵完 很老實 但是你問是不是還要聽我們繼續罵呢 我覺得我心切反省 當時我中午看完之後 我只是在餐廳 然後我心切反省 立即說 現在政府不死也沒用 你說什麼 你沒有說粗口也沒用 不死也沒用 然後你發覺 絕對沒可能 而我覺得最奇妙的一件事 財爺是沒可能 不知道我們這些普羅大眾不是經濟學家 對他這份財政預算的那種看法的意見 我不覺得他不知道 所以現在網上有兩個流傳 第一 好像你所說 照計沒有理由財爺會蠢到這樣 他是一個喇沙仔 又在麻省理工大學建築系畢業 麻省理工大學在波斯頓裡面 全世界都很厲害 都很難進入 進得到一定是厲害的 所以網上傳聞就說有兩個可能性 也沒有人相信他蠢到這麼巧慣 第一 他要讓Bus大人看到 我如果競逐下屆特首其中一件事 我可以頂得住民憤 我覺得情況是這樣 他這次財政預算案 好事是說你無法想像 有記者問他 你今年的主題是這樣 為何那些錢的勃來勃來的比例不是這樣 其實他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怎樣 小學生都認識的 作文題目和內容不符 肥老的 他又灑了一輪 接著他又說 他說的理由是完全不是理由來的 我給錢你又怕通脹 刺激通脹 這樣是好一點的 厲害的 理由不是理由 就回答你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能夠平息到民憤呢 他適合做官 我覺得完全適合做官 因為說了 不是等於沒有說 現在說了 撩慶你 不知道說什麼 還令你更生氣 第一件事大家說 會不會是故意尿慶你呢 令到被爺爺看到 你看看我 我絕對有能力可以幫你做特首 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是一個條件 你頂得住民憤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他下年七月到任 要鋪路 鋪什麼鋪路 你看到這次的財政預算 其實整份預算已經被官商勾結 我已經很少這樣罵 我都在我的臉書 我都忍不住 是很明顯地想勾結 為什麼呢 你的利益輸送太近了 太明顯了 你看到了 他的240億 大家質疑這個數字 但是無論我當他240億 就不落我們市民袋 就落了2.4億 金融機構袋 接著那些基金經理在不用推銷的情況下 就有收手續費 第二就是 他的地產霸權仍然會撤下去 這是我覺得最厲害的一個問題所在 而最恐怖的就是 那種前後矛盾也很恐怖 因為之前你推出任何的措施 所謂的益額樓市 但是你能夠最大力 能夠最用力去打的就是你的財政預算 你不做 大家很期望 接著還要虛報事實 說要起4萬個單位 接著那個議員說 你起到我自己不做 那當然不行 不用 7月走人 最好笑的回應說 我知道你實在無法辭職 你拿來講 所以這個才爺又是有趣的 他很喜歡駁嘴駁嘴 我想說回整個地產霸權 大家就算牛頭角順嫂都知道 就說叫做 整個土地供應仍然控制在地產商上 你現在其實大家都路人街見 你說拿18幅土地出來供應 但是你又不講時間表 第一 第二 你仍然遺留 這個勾地政策 那個地產商不是很簡單的 我不勾地 他現在有幾塊地都是在勾地表拿出來的 就算很簡單 地產商真的跟你的競投 競投完之後 我又放了一塊地在那裡 我不會 還有一件事 你如果仍然遺留勾地政策的時候 剛才所說的就是 左手右手問題 我左手不拿你勾地的地 然後拍賣你的土地 土地供應仍然是短缺 而且一早做完之後 財業年底被人罵得更厲害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香港真正入息的來源就是賣地 你現在已經水浸了 下半年再賣多幾塊地 中針也重要 中針也不得了的時候 那人民生活繼續那麼痛苦 我真的問你怎麼死